大家好,我是斯瑞古人 这次呢,有我一个人向大家介绍这次的金刚新闻 首先我要向大家介绍 第一个新闻 第三届异国文化交流体验节 原本计划在去年10月23日举办的第三届异国文化交流体验节 由于台风的来临被迫终止了 这次我们重振旗鼓,变更了场地和日期,将重新开启此盛典 日期,2018年3月4日周日,上午10点半至下午4点半 地点,Esparos Dorimo Plaza一楼展厅 清水区,住船丁 住场费免费 每次活动当天举办的外国人免费生活相谈会 由于会场的限制,此次不会设置 有关此次文化交流体验节的详情 请关注Sam的主页及脸书 咨询,金刚市国际交流协会 电话054-273-5931 接下来我向大家介绍第二个新闻 关于上学用品费用的援助 静刚市政府为就学于静刚市立功利的中小学生提供上学用品费用的援助 此援助是为了向经济条件困窘的中小学儿童提供部分上学用品费用 午餐费的援助制度 援助对象为接受生活保护的家庭或属于静刚市经济贫困评定标准的人 即同居家庭成员的年收入总额减去社会保险等候的金额低于市政府规定的金额所得者 入学前购买的书包及制服也属于援助项目 请保管好收据 有关评定标准及援助制度的详情和申请方法 请向各中小学或静刚市学士科询问 电话号码054-354-25332 工作人员将以日语对应 下面我向大家介绍第三个信息 西兽卡马拉松2098 静刚马拉松2018 今年静刚马拉松将于3月4日周日举办 静刚马拉松是穿越静刚市中心地带的城市马拉松 充满着活力与魅力 本路跑的起点为JR静刚车站附近 终点为清水车站附近 交通便利 并且可以在路线中途观赏到世界文化遗产的富士山 郡河湾和九能山等 作为选手的体力补给 还准备了像石原草莓 静刚黑轮 安倍川马鼠等静刚特色名产 今年的路跑项目包括 42.195公里的全程马拉松 11.6公里的开心跑以及1.6公里的小学生组 比赛前一天的3月3日周六 在清夜活动广场和比赛当天 3月4日周日 在JR清水车站东口 会同时举办2018静刚马拉松节 搭设舞台及设置静刚小吃店等 请注意 比赛当天的部分区域会实施交通管制 详情请咨询静刚马拉松实行委员会事务局 静刚招热电视台内 电话号码054-251-3369 让我们为这些奔驰创业在静刚的承接 自然与历史当中的跑者们加油吧 接下来我向大家介绍最后一个新闻 让我们去静刚县地震防灾中心吧 静刚县地震防灾中心是通过体验参观 从而学习有关地震防灾知识的设施 一楼的展厅内介绍了房屋的耐震加强方法 和防止家居倾倒方法 除备品与逃难时携带物品 以及模拟未来有可能发生的 东海地震时的受灾情景 海啸影像厅内使用230英寸的 大平易液晶显示器 播放充满震害力的视频 可以了解到海啸的恐怖与产生原理 地震体验展厅内有专门人员为您讲解 并且可以通过模拟装置体验 与实际地震相同的前后左右 上下三个方向的真实地震摇晃 同时还有灭火器的使用方法说明 静岗县地震防灾中心 静岗县地震防灾中心 从上午9点至下午4点开放 每周一及12月28日至1月4日休息 门票免费 地址 静岗县地震防灾中心地址 静岗市魁区居行通 武丁牧九方一号 电话0542517100 本期的新闻 由我是如果能一个人向大家介绍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训'd订阅 不吝点赞 训'd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